台鐵人員不厭其煩 卻說阿伯把口罩戴上 沒想到反被嗆 類似情形不止一次 民眾搭火車 在暫體內不戴口罩 勸不聽就得出動警察 現在更有超商員工 勸說戴口罩被刺死案件 也讓第一線的台鐵人員心怕怕 難道台鐵員工命比較硬 遇到這種感覺不太理性的 旅客他們還是會怕怕的 為了拍照脫口罩 甚至沒有戴口罩爬爬罩 鐵路警察走過路過 沒有作為 把車站大廳當成走秀 似乎變成寧可閉隻眼 也不願拿命冒險 突發狀況 有時候一個人的話 應該應付不過來 可能會有生命危險就對了 為了避免勸說惹糾紛 超商店員可以利用廣播 來勸說 但台鐵人員還是直接上前勸導 有沒有攻擊風險 衛福部表示自己安全 還是自己顧 就自己的安全也要顧慮到 大聲工廣播 或當面的一個勸導 我想這都是可以的 勸說戴口罩 第一線人員不用親自上陣 該用喇叭廣播或是紙板 來柔性勸導 落實防疫政策恐怕得先往後擺 這屏東高雄怎麼不懂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